年博一周的我就是演员,本周将继续和观众见面,本周将迎来导师分组赛的最后一组定演,这也是人气演员王小陈在演员舞台上计我的前半生,公车上的曹操后的第三个作品。 本周王小陈又将迎来巨大的挑战,演绎经典作品,渴望中的片段,王小陈饰演的王亚如是一个中年妇女,生了孩子,却在一次意外中把孩子搞丢,释出孩子后婚姻也遭遇不测,16年后才重新寻回孩子,从角色形象到人物设定。 王小陈和之前林云平形象,都有着巨大的反差,本周六晚21点10分,王小陈我就是演员,准时上线。 王小陈和之前高出台的文件,王小陈,会都翻译,并且是缩下的课文。 王小陈和之前,王小陈和之前,王小陈和和之前。 王小陈和早期的作品。